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区分引用值吧 是不是区分引用值 是不是就两点这把事了 对吧 那先来吧 先干嘛 判断 判断一下 typeof 对吧 在typeof之前判断一下typeof之后 它可能说能出现两种结果 一个是引用值的 一个是原始值的几种 stream number 包括那部里 再不就是这个object antify什么的 对吧 这样的话吧 有一个是漏掉的 是不是那个nan nan是不是漏掉了 咱已知有什么东西能判断出nan是什么类型吗 是不是还没啥东西 因为nan就是就是原始值 它是不是自己这个原始值 它里面的这个门类就在自己 nan里面就一个值就是nan嘛 对吧 所以咱一开始的时候最好先把这个nan判断出来 看看这个target是不是等于 是不是等于nan吧 如果是等于nan的话 是不是直接返回nan值就完事了 对吧 直接返回nan值就行了 然后呢 再来 是不是if 对吧 if target type of 哎什么 就是if target 是不是等于nan 对吧 type of if啊 然后就完事了哈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再判断呗 对吧 if type of 什么 在type of target 是不是等于 我觉得咱应该先判断一下这个函数吧 是不是先判断一下函数 先把函数这个事儿清了再说 对吧 先把函数这个事儿清了再说吧 等不等于function 对吧 如果等于function的话 那就return return啥 return function吧 对吧 然后呢 其实 哎 其实吧 行 行 先这么写吧 然后写完之后咱们再改哈 然后else if 再判断是不是else if 再判断是不是type of target 是不是等于object的吧 如果是等于object的话 可能是几种类型 对吧 是不是可能几种类型 有哪种类型 有数组 有对象 还有啥 还有包装类吧 包装类是不是也是 咱看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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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type off一个new number 它说包装类 你一回车它是不是告诉你object对吧 有可能这种情况吧 OK 那行了 那是这种这几种情况的话 咱是不是得判断了 通过什么判断 其实 是不是通过object的点 trust of type的点 type的点 to string来判断 其实很简单 就爱不是写着完事了吧 对吧 然后咱把这个to string结果 最好给保存出来几种 最好把它保存到一个地方 然后在判断的时候 是就好判断了 保存到哪呢 一开始咱有一个这样吧 咱有个template 带我样板 这个样板里面呢 存点东西哈 存点东西 当你这个值是object array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你是书组 我就给你一个书组 当你这个值是object 这个属性名哈 咱是不是随便切 叫什么都行对吧 当你是object 在object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你是对象吧 当你是object number 我就告诉你是number 最好这样的 它加一个 最好这个number 加一个object 对吧 告诉包装类吧 然后object boolean boolean pop that 这块呢 建s dream吧 对吧 s dream 好了 基本上齐了对吧 基本上齐了 齐了之后咱不需要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咱写这个东西干嘛呢 为了一会去取东西吧 就为了一会去取变量 对吧 然后接下来哈 咱这么做 在这儿 咱为了一个 为了一个变量吧 为了变量 为了干嘛呢 用于求啊 咱用于求 奥不在点儿图思论点儿 块的一个结果 并且把它存起来 和上面的东西进行比对 对吧 呃 为了一个什么 为了一个简单的变量 为了一个死陈吧 等于 object 第二 图思俊 图思俊是不是点儿 块 块 咱走到这个 IOS衣服里面了 说明它是对象对吧 既然你是对象了 我就想看你是什么类型对象 然后prote type 图思俊靠一下 靠一下之后 他是不是得得出结果 得出结果 无非就这几种呗 是无非就这五种 奥不来有瑞奥不来的奥不来的 奥不来的对吧 然后number 拨离思俊 无非就是几种 无非就是几种的话 那么就好办了 那接下来就是template 属性名 哪个是属性名 思俊吧 他们的是不是代表对象 对象 属性名的形式 是不是取出来的是属性值 我把这个属性值 return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不对 写这个东西 是不是为了formin 这么计算呢 对吧 我把这个结果成组的存在一个对象里面 通过这种方法来用的话 是不是也行 对吧 没问题吧 没毛病吧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引用值就解决了 引用值解决的话 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原始值了 对不对 最后一个IOS不用if了吧 是不是IOS IOS原始值的话 直接return typeof target 是不是完事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不对 这会利用这typeof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吧 然后这一块咱们看一下 其实有一个地方咱写的是没必要的 这个地方就是这 typeof function用判断吗 我问你 如果这个target是一个function的话 是不是返回的也是typeof typeof target 对吧 所以这块也是判不判断没用 根本就不用判断它 直接把它归为除了对象那类 是不是行了 除了对象的话 它有可能是方神的话 是不是我直接走这也行 直接返回结果 typeof target是不是也行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代码是被简化成了这个程度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能把所有值都判断出来了吧 很简单吧 再试一下啊 试一下 type type值 type一个123 说返回number type一个new number123 我给你返回number类型对象 对吧 再试 type一个啥 数组行吧 数组 说返回数组 type none 说返回n type type untify 这个返回这个n 是不是小缺陷 返回的不是字母串吧 咱能返回一个 字母串的形态对吧 哦 字母串的形态 再来一下 type none 就是字母串的形态了 再试一下什么都行吧 现在 stream abc type new stream abc 是不是任何类型的通过咱们写这个方法都能判断出来了 所以以后咱们再想区别对象的数组的话 是不是把这个方法先封装好 然后放到那块就行了 所以这种方法被咱们称为工 听说这种方法被咱们称为工具方法 这样的工具方法我建议你放到一个工具库里面 你可以自己起一个什么什么点GS 比如说桌面就有一个tools.GS 然后你写完很多工具方法之后 把这个东西放到这里面去 放到这里面去 等到用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拿着用就行了 对吧 直接拿着用就行了 OK 这是之前写的 当然了咱们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简便简化 那是不是可以讲话讲话 还能吗 你看咱两次求了type of target 是不是两次都求了这个东西 对吧 你既然两次都求了这个东西 那说明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可以提前拿出来 是不是可以放到这 比如说一个ret等于type of target 对吧 然后直接这块判断啥 ret 是不是等于这个就完事了对吧 ret如果等于这个的话怎么怎么样 如果不等于的话 是不是返回ret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可以了 这算一遍就行 你看 现在你要type一个123的话 是不是返回还是咱们 没变化吧对吧 长得OK啊 就是代码都可以简化了哈 都可以简化 然后这块有个if if等于这个 然后是不是还可以这块加个ioseif 它咋连一起 是不是也行 你既然走到nine里面了 你不可能走到现在吧 因为里面有return了对吧 是不是ioseif也完全可以 对吧 这都是行 再把最后减换成这样了吧 对吧 对吧 这个是不是这样一个小方法提取出来 都行 没问题吧 啊没问题 这么着了啊 然后 数组去从 去从在哪写 咱要求 圆形链吧 其实这个type 咱是不是也可以写到圆形链呢 但是写到谁上呢 是不是写到uptideprotype 可以 然后最后你掉到对象的话 那对象点了 没必要 这么写吧 这unique 来啊 数组去从写来的 我说了 数组去从写来的 来去高塔 我说了 一拳写来了 那新招写来了 写来了 半张写来了 此剑呢 没有啊 还对我说的事啊 这两天大家一定注意保短 今天看啊 今天同学来了没几个对吧 请假的又请了十个哈 这十个同学基本上不是感冒 就是发烧了 再不就是重病对吧 分析起来都是一样 都是生病了 都是感冒了 所以一定得注意保暖 这两天啊 这两天三九嘛 不说三九是挺冷的吧 来 写出来这道题同学 来就说 写出来这道题同学 用多少行呢 用几行 11行 我们都用了11行是吧 大个呢 189行哈 有点多了 最短的几行 11行是吧 那个 那些呢 这一点呢 12行哈 来看好啊 咱用什么方法来数组去重 我先给你看一下哈 咱先讲一下这个题 上一个那个type那个就比较简单 你不细小了哈 所以现在来一个数组 1 1111 ok 咋去重 最好的方法怎么办 最好的方法是利用一个 其实不用什么第一个和后面的笔 第二个和后面的笔 其实这样是麻烦的 你也可以写放行环 那就两层吧 是不是 是不是两个放行环 其实并不用哈 你写一个对象 然后听我说啊 你写一个对象 把数组的每一位当做对象的属性名 比如跟大家问提哈 object.name 等于abc 你下一次再object.name 有没有值 你访问他有没有值 一个对象不可能有两个同名的属性吧 这不可能 有同值的时候不可能有同名了 对吧 利用这个特点就可以了 比如现在 我让数组的第一位当做这个对象的属性名 可不可以 对吧 属性名为1 属性值你随意写啥都行 属性值写个abc 啥都行 有值就行的东西是吧 下一次你再让 你再让什么 下一次你再让这个 你再让书组的第二位同样当做他的属性名 你看看他有没有属性值 如果有属性值的话 说明这个属性名是不是存在了 存在了我们就不管了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加 所以你看第二个1有没有 在里面有没有 有 是不是这个1对应的有属性值 有属性值咱就不管了 再往看第三位第三位有没有 有的话 第四位是不是有 第五位是不是有 然后看 第六位 这个object有2的属性名吗 没有吧 没有好 加上给他随便填个值abc 啊 然后再看222 是不是都有了 有的话就不往上填了 然后最后看这个1有没有 是不是也有值 这个1是不是也有值 这个1是不是也有值 最后这个对象构建完了之后 你只需要把他的属性名取出来 是不是就去虫了 明白我意思吗 你只需要把他的属性名取出来 是不是去虫啊 对吧 浓淡的俩明白吗 不太懂哈 来再来一遍 来看好啊 数组去虫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我们利用对象的一个特性 这个对象有什么特性 对象特性就是 同一个属性名不可能出现两次 对吧 你下一次在访问的时候 他不他是不是代表的 要取这个属性名里面对应的属性值了 所以现在咱们把数组的第一位 当做这个对象的属性名添进去 然后呢给他随便添一个 首先先这么判断哈 先判断判断什么呢 object array0 array0是不是代表1 object的1属性 有没有值 那返回的现在返回的啥 说返回的安递范呢 现在是不是啥也没有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的话 我们就给你添一个1属性 好你这个object 自此之后有一个1的叫1的属性名的属性了 那东西是吧 然后呢值你就随意添了 咱就为了给这个值占个位置 那东西是吧 然后下一步再看object的array1 array1是不是就还是1 再看你这个有没有值 有没有值这回 有值吧 值是不是abc 有值了 这个值不被undified了 那我们就不再给这个 不再给里面添值了吧 你就算添是不是添不去了 不再给里面添了吧 然后意思判断第三位有没有 有吧 第四位有 第五位是不是有 看第六位 第六位是不是2 对吧 2 现在object的2有值吗 没有 是不是暗计犯的 一看到暗计犯的 好 怎么办 给他添值吧 是不是给他添上去 把这个2添到这 再来abc 什么都行啊 这块你写值写什么都行 但是属性名必须是为1的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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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判断是不是也都有了 2的 为2的属性名是不是都存在了 然后接着往下看 唯一的设备都存在了 这样的话 咱看这个数组 咱看这个对象的属性名 其实就是驱虫丸的数 数组的属性值吧 对吧 咱是什么 咱是把数组的属性值 当做对象的属性名 来贴到对象里面去了吧 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性来驱虫 能懂我意思吗 这样叫哈希的方式哈希 哈希 哈希 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写这个过程哈 其实很简单吧 先定一个 先定一个什么 先定一个对象吧 咱一会为了 为了去比对的吧 为了去比对哈 然后呢 这个对象给它起一个好点的名字 叫Temple Temple之临时的意思哈 然后呢 然后是不是得一会儿 用一些方法 这样吧 咱一会儿肯定有一个东西 行咱用啥写啥吧 用啥写啥吧 咱书组去虫 是不是要返回一个全新的书组 咱不能改变原来书组吧 对吧 不能改变原来书组吧 咱最好返回一个全新的书组 一会儿把这个书组给反 就是去虫完的书组 放到一个新的书组里面 给它返回一会儿的吧 一会儿要返回这个 这个新书组 然后中间经历什么样的过程呢 处理一下 这得放循环 为啥循环 循环的什么 咱要把这个书组 是不是每一位都取出来 对吧 循环然后 I小于什么 什么点Lance AR点Lance 有AR吗 现在 没有的话是谁 是不是 谁掉的谁 对吧 咱最好把这个this.Lance 取出来 取出来当做一个值 放到这儿 为啥这么写呢 因为这块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你每一圈循环 是不是都要执行这个this.Lance 你想 你想 你循环要放到这儿的话 是不是每一圈循环 你都要this.Lance 探断 是不是小于 对吧 你每一圈循环 都要执行的话 是不是每一圈循环都要预算 对不对 所以你直接把这个值 放到这儿的话 是不是少了一步运算啊 少了好几圈的运算吗 对吧 你this.Lance 是不是得上this.Lance 去拿那个Lance 对吧 你每次都这么拿的话 效率肯定会低的哈 所以把这个this.Lance 当做一个值 取到一个变量里面去 然后直接小一个变量 这就对了啊 这就比较好一些哈 然后在里面关键写什么 在里面咱是不是得判断 判断 判断 我这个啊 判断我这个对象 temp这个对象 里面的 this.i位 this.i 是不代表数组的第几位 就代表i一开始0的话 是不是代表数组第0位 然后第1位 第2位 第3位 第4位 一次往后排 对吧 代表数组的第几位 数组的第几位 这个值 当做这个对象的属性名 添进去 咱们要看看它是否是 没有值的吧 是不是要看看是否没有值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代表取这个对象的值 比如temp0 temp1 对吧 是不是取对象值 取对象的值 咱们要求啥 是andifind的吧 是andifind的话 咱们才能进一步去判断 对吧 就是你看 这样 如果取到这个值取到了 是不是咱啥也不干 如果没取到的话 换句话说 取到的是andifind的话 是不是才是咱们的操作 所以呢 干脆咱们操作是andifind的话 那干脆咱就把它变成反的呗 就是飞的这个 取出来一个值 再进行取反 如果取出来 是andifind的再取反的话 是不是为错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走里面的操作呗 走什么操作 就是temp thisi 等于 随便写个值吧 什么abc什么都行 对吧 然后接下来怎么着 能走到这里面的值 是不是都是 没经过重复的值呢 没经过重复的值 我们是不是上面构建好AR了 AR点push 把这个thisi 是不是放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 最后这个结果就完事了 查到多少行 39到 51 是不是也就11行 12行吧 对吧 也就这么多吧 好了我再讲一遍啊 再讲一遍 来今晚看好啊 首先数组去虫 咱们基于的原理你要清楚 把这个数组的每一位 放到对象里面 当作他的属性名对吧 然后挨个访问对象这个属性名 看看有没有这个属性值 然后呢 咱这三个是基础的 一些这个提前准备工作 咱就先不看了啊 首先放循环 放循环循环的是什么 循环的是 这个目标数组吧 是不是谁掉呢 这个圆形量的方法 就是谁目标数组 循环的是目标数组的一个长度 然后目的是吧 目标数组的每一位拿出来 看看是不是重复的对吧 这样构建了一个循环次数 然后循环的每一部 每一圈都干嘛 判断数组的当前位 的值 听说判断数组当前位的值 放到我们的这个对象里面 比如说当前位第一位是不是也 放到这个对象里面 看看原来有没有值 如果原来没值的话 是不是能放进去 原来有值的话 是不是不放进去 那怎么来判断 咱先拿出对象的当前数组位 比如当前数组 比如代表的是 比如I代表是0的话 是不是this0代表的是 如果换成这个数组的话 是不是代表1 对吧 咱看看type1 有没有值 有值吗 现在type1取出来的 是不是安提范的 是没值取出来安提范的吧 取出来安提范的 再加一个非 那是不是要走这个意思 对吧 咱这个意思处理的就是 当你没值的时候 是不是才处理你 如果你没值的话 我怎么办 让time this 是不是还是1 让第一位吧 就是让这块 是不是起一个为1的属性名 值换成abc 对不对 是不是值换成abc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就把这个1 thisi是不是也是1 扑示到这个数组里面去了 这个数组里面是1了 这个数组要返回的这个 去通完数组 是不是有一个1了 然后第二次再判断 当这个i为2的时候 那也就是一会儿 当这个i为1的时候 是不是this1了 this1的话 是不是这个值还是1 是不是还是1 还是1的话 这回判断 你这回time1里面有没有值 取出来的是abc吧 取出来的abc 下一次再经过这个飞的时候 是不是就飞不进去了 是不是就不走这个if了 不走这个if也就是不可能 再push一个1进去了吧 是不是这回事 直到这个time里面的 数组值变成2的时候 他一看数组 这里面2有没有 没有是吧 安全犯的 安全犯的是不是又走这个if里面去了 那这样的话 给time2 是不是加一个abc 对吧 然后最后怎么着 最后把这个2 是push到这个数组里面去 最后这个数组构建完了 是不是一个驱重版的数组了 对不对 对吧 你走一遍程序不理解了吧 行 咱把这个东西给 给还原啊 还原 行啊 我问大家个问题啊 如果我把这块换成一个高端的写法 这块你非得虾写个abc吗 咱就虾写成this i 行不行啊 你这多高端呢 反正你就是想让这个 属性名这个位有一个属性值对吧 那个属性值既然说你说随意的 那我直接就随意成this i 行不行啊 这能不能驱重啊 咱看一下啊 看一下 比如当前这个数组ar这个 r.unic 是不是直接这么调运行吧 因为在原先那变成吧 对吧 回车 是不是驱重啊 感觉上行不行 感觉上行对吧 好我给你举个特殊例子哈 我给你加俩0 保存 再刷新 是不是0去不掉 为啥去不掉 你看哈 如果你给这个位 如果这个this i 代表的是0的话 是吧 this i代表的是0的话 如果这第0位的值是0的话 你下一次再走if tap0 拿出来的结果是啥 if tap0拿出来的结果是啥 是不是0 非0是不是还是错 是不是你再次走进来了 再次走进来的话 你就会连续给这个0 给复到驱重玩的速度里面去吧 比如他达不到驱重效果 对吧 所以说你这块不能是这种值吧 不能是这种值吧 包括indify的也是被驱不了虫 所以这块你最好还是 或者说加上一个abc或者什么 凡是一个字不串 凡是一个不为假的值 是不是都行 对吧 让它固定也好啊 这样的话那就驱重了 是不是这样的话驱重了 对吧啊 这是书组驱重的一个方法 有没有问题 行了 咱下课休息五分钟吧 刚才红波一家清了解了 怕你们累 咱这样下课休息五分钟 你把这两个方法自己练一练 敲一敲哈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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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